好了,接著就... 來回一部... 一看下去其實... 陣容頂盛 其實我也只是看一個名字 可以只是看一個名字 好,我們接著說的那一部... 就是《Cycopass》 由這個rebounce的作者 做人物的原設 劇本就是由我們偉大的愛之戰士 虛冤去寫的 那你都知道... 所以第三口罩就有人甩頭了 這個故事其實我覺得都蠻虛冤一貫的作風 就是他會設定一個比較異常的世界設定 好像做到很美好理所當然 但你要當中去看一些人性的缺陷 或者是一些制度之中的黑暗面 首先一開始我講一些我自己的事 就是我看完中意命之後才看這套 然後我一看到男主角拿著槍在那裡 就說你也是傻了 他也是中意命 因為我開始有一個奇怪就是 他拿著槍指著敵人 然後又不開槍 然後又遇到他突然間作出反擊的時候 才一腳踢他然後再開槍說 那你真是傻了 你打機都知道的啦 可以一閃反擊評價高一點的OK DWanking S啊 隨便拿吧 那故事其實就說 在這個城市 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 但至少在這個城市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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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荷里活都曾經做過一套類似的戲 但我不是說OK 好像叫未來報告 未來報告 就是說當如果有些人其實通過不到這個犯罪 應該不是 你說說未來報告還是說現在 這圖 這圖 就說經過這個不知道 如果檢查得出就是你的犯罪感情 什麼指數 總之是我數字 那是指數 高於某一個水平的話 你就要去接受這個治療 那當然很多人就 不知道是不是害怕 因為現在這個故事還沒有說 那些人怎樣去 那些犯罪指數如何提升 甚至其他事情 他全部靠了那個系統 其實都已經略之一二了 就是你 那個犯罪指數選擇 就是決定一個人的生死 甚至未來 應該未來甚至生死 等於荷里胡電影和未來報告 那種就是 有一個機器可以預測到未來的事 就是你一個人如果犯罪的話 即未來犯罪 他就會在你未犯罪之前 他就會將你逮捕 因為你未來就將會犯罪 所以我就要將你逮捕 其實這個感覺都類似 就是說 因為你有這個犯罪的意識 我們覺得你有危險 會將會去犯罪 所以我要逮捕你 准殺人犯 簡單來說就是 一開始就說 女主角就是 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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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繼續 阿珠姐 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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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最划算是她的眼鏡上試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你第一天上班我們不夠人手了 然後她說 沒有空跟你說那麼多的你去吧 但眼鏡也是鬼畜的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她女主角是優才生 她應該好像滿分畢業 她還有兩條男子跟著 那她滿分畢業還有男子跟著的時候應該會做事吧 理論上應該其實那些規矩 本身我覺得沒問題的 但因為眼鏡先生 她就說千萬不要相信這班獵犬 就是她另外下面那班有一定的犯罪系數的人的說話 你當他們不是人可以了 當他們是狗可以了 應該說政府就是拿一班同一個犯罪指數的人 去抓那班會預備犯罪的人 但問題就是 對啦 她不告訴她究竟怎樣去執行這個 然後又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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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相信那隻狗 然後就由那隻狗告訴她究竟要怎樣做 我一開始就聽她說很異樣 那你真的要推她去死 其實 所以我立刻明白 為什麼她這個系統裡經常都不夠人 轉光了 鬼出眼鏡了 真的 這個肯定是第一個原因 我相信 那麼 一開始就 將所有 然後又推出了另一個設定 就是 用這個以暴易暴 你可以說黑是黑 用一些犯罪系數高的人 將他們的人 應該是訓練過 類似的事情 用他們去逮捕一些 有犯罪系數高的嫌疑犯 一開始就 立刻會介紹了那把槍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靠那把槍 那把槍 那把槍 沒有了 那把槍 好像挺有型的 他應該有其他方式的 你見到他們第二集都會說 用一隻手 不知怎樣都可以看到 但我覺得有趣的一件事 其實 一開始 我看到一個數值 因為他想嘗試 究竟犯罪系數高的人 會怎樣 女主角 上手處 然後就指著 那隻狗 指著一隻狗 一隻要裝了二隻的狗 然後就看到 120 一開始大家看到這個數字 不知道120是高還是低 總之開得麻嘴槍 原來之後你解釋一下 我開始的感覺就是 這班人 可能是犯罪系數高 但可能是一些 潛力的人 所以才會被政府捕去做走狗 理論上應該會是 但跟著 當我看到 那些變態 就是他們這次要捕的嫌疑犯 但是 一起手已經860 那我就覺得 你開頭這個820 你很差的 你搞錯 犯罪系數 戰鬥指數兩下 阿珊 他沒有戰鬥指數 他沒有戰鬥指數 他只是說犯罪指數 你一開始的感覺就覺得 因為 犯罪系數高的人 你越高應該是越危險的 你會覺得 你自己會有個印象就是 因為危險 所以你先要把這班人 捕捉或者禁錮他們 但是這班人犯罪系數高 但為什麼你會這麼特別 是讓他們成為這個 廉犬的角色去追捕 我覺得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犯罪指數 譬如說你很簡單 偷竊 這些可能是犯罪指數 但你不代表他的戰鬥力是有的 當然 會有分別 我猜是有分別 不過我甚至 我會有個假想說 他們是否會隱藏自己 其實他們是限制上超級暗的 那些人來的 你以為龍潮是嗎 大哥 這個只是開玩笑 一開始也看到 這些虛妍的變態 正常來說 就算我們看其他動畫 這些犯人也不會這麼變態 也會罵女 很紳士的 不會理她 有多紳士 有 我很想聽你說 那些女人是不會搞的 我放在一邊 不管 然後等主角來 哈哈哈哈 等你先過來 因為這個虛妍 怎麼跟愛的戰士 你不明白 好明白 都帶出一個設定 就是犯罪指數高 應該是200 我沒有看錯 最後一條好像是89 差不多 8889 200 好像是200 開啟之槍的另一個模式 就是 你說當屠殺模式 你當是 終極鬼滅 嘩 好喜歡 哈哈 我也覺得很喜歡 總之會解禁槍的能力 令到你可以有能力 用槍去對付這麼危險的罪犯 不是 那支東西是很有型的 我一想起就想起 這個 這個 獨角獸裡面 布桑女搖的那支 那個槍 哇 很有型啊 但是他要自己說自己的名字出來 冒險怎樣 那東西就很喜歡 不過這個不重要 我是支槍主義 總之 簡單來說 就是說 在一個 他那個 犯罪指數高於某個程度 你就可以射出槍 就是說你可以制服他 而他抓了他 叫做強制治療 如果再高到某個數值 那 就去到一個程度 就是加三萬兩 因為他那個案子 就會定義說 就是 他去到犯罪指數 一去到某個係數 就等於是無法治療 就是說 這個是死症來的 但其實這個只是他那個說法 基本上你說第二集 其實已經打了這個系統 打了他一次 就是說犯罪指數 是不一定的 應該說總有機會 就是他會 這個其實 我想有看到的動作 就是產生那個矛盾 就是說 究竟其實是不是一個數值 就可以決定人的一切 因為其實 你無論第二集 其實無論說犯罪系數 那個問題 或者是 常守珠 他開始見的那些朋友 他們在那裡帶出 就說 你阿景 你全部分 全部滿分 然後我這些全部都不夠分 那樣 只可以做些勞動工作 這個世界 其實是 已經是 一出世 就被人分了一個階級 甚至其實 我一開始 我第一個人想到的是什麼 就是 如果在社群裡面 會 會 議長 議長的計劃成功的話 這個世界就會變成這樣 其實 或者這麼說 他才知道系統 這件事 我覺得已經是 他存在是凌加了 這個人類本身的自由意志 除了本身 你說 很簡單 在第二集 吃晚飯的時候 就是 朱姐 吃晚飯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 其中一個隊員 就是其中一個執行官 就是找他 他就描述自己五歲的時候 已經被檢驗出了那份指數很高 治療 治療機率是零 所以就一輩子做這份工作 這個是一個 的而且是一個階級觀念 去分開 但是 他是這樣 是不是代表所有人的 犯罪的指數 都是固定的一個數值呢 就好像第一集被救那個女生 第二集都交代了 他的犯罪指數 已經降到他一個 合理的水平 已經不再危險了 那就更加不要說 需要不需要格殺物流 這些東西 連麻醉槍也不需要用了 其實就看得出 犯罪的指數 其實是一個波動值 可能會根據你那個人的心情 或者遇到的事情 而有所波動 其實這個才是人 你會提出的議題就是 系統是否真的 完全了解人類的一切 可以這樣說 其實這個系統 有很多東西可以很方便 例如他幫你 換衣服 找你最合適的 換衣服 不知道是否才是 應該是另一系統 但是他可以幫你 找你很合適的工作 在一些理性上的決定之上 他可以找到一個 最適合你的方式 去幫你解決很多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絕對的理性 已經凌駕了人類 他本性的感情 要知道 那個先知系統 他判斷了一切 好像第一集 第二集 那個犯人都有說過 我明什麼都沒有做過 誰就要被人做 這個等於 未來報告一遇 未來報告一遇 那些人都說 我未來犯罪 你一定知道 那個未來是真的 唯一的未來 說不定我沒有犯罪 我是救人的 是啊 阿叔不是主角 被人抓了 當然 我覺得這個 也會涉及一個 很複雜的時空理論 就是他今天 他現在代表 例如說 現在的主之槍枝 而見到一百二十 那是否代表 他將來一定會犯罪呢 這是一個 未來的概念 例如說 我由今天開始 他慢慢密化他 可能他的數字 會慢慢降低 那我不是要改變未來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故事沒有任何 即是很詳細的交代 我先說 但至少你說 在犯罪傾向 這件事來 例如說 有犯罪傾向 就定了有罪 是很奇怪的事來的 其實不要說 你說在現世之間 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欲望 例如很簡單 我想買一樣東西 我不夠錢 我會怎樣做呢 通常那些人都不會想去偷的 大家都不會夠僵 做這件事 至少幻想都可以吧 想想我自己有這件事都可以 不行 想了 你偷了 你糟糕了 你有犯罪傾向 祝你去勞改 那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人 這個世界裡面的人類 還有自由意志 沒有自由意志 其實第二集 那些女生 一群 一群 一起坐的三個 她都會說 分數 你都會看到 她那種感覺 好像少了一份血性 因為她們已經叫做什麼呢 她們在這個系統環境下生存 或者受這套系統的教育 她們已經覺得 分數是理所當然 分數低 就是只可以做這件事 不關乎 我可不可以靠日後的努力 總之 覺得系統說了的話 這就是我的人生 這就是我唯一的速量 而珠姐 為什麼會有 很迷茫的 就是 她在第二集 好像剛才說 跟另一個聶犬那個人 晚餐那時候 說的時候 一件事就是 沒有啊 我樣樣測試都爆分 其實這個人很炫耀 不過算了 不要理她 我樣樣都滿分 但其實每樣工作 都有其他人滿分 但唯一這件工作 我滿分 但又沒有其他人滿分 她就覺得 其實我是不是適合這件工作 其實她沒有想過這件事 適合自己 而她就覺得 系統既然選擇 我是唯一一個人 做到這個滿分 那我是不是 其實系統選擇 我要去做這件工作呢 她是沒有想過 其實我適合做這個工作 所以其實她第二集裡面 其實她 到了說 她因為第一次事件 而她覺得 自己好像 第一次去想到 我是不是不適合這個工作 開始有了人類的思考 即是我們正常人類的 所謂的思考方式 以前的她好像機器人 那樣 即是她跟著 她跟著條路 即是既定了的路去走 其實女主角 已經是最不機器人那個 你看著 無論是執行官好 又或者無論是 朱姐那些朋友 說各樣東西都好 你發覺她們根本是 一板一眼做事 就好像睡在病床那位 她一開始都說 我沒有想過那麼多 我只知道 需要開槍的時候 我沒有開槍 跟她吃飯的執行官 她說我五歲的時候 就要走這條路 殺人多好 現在可以去做執行官 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她們不會去考慮 另一件事 自己做的事是否正確 再簡單地說 很徹底地說 這個社會 是沒有道德來源的 只會有電腦控制所有的事 她說對 你就要去做 她說你有罪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你都是有罪 而女主角呢 就是一個 唯一一個 在這個社會 不可能唯一一個 我想是暫時 我們看到 除了兩個KFA 被人抓了兩個 之外 一個死了一個 抓了一個 的角色之外 她唯一一個 會去 向這些事 提出見聞的人 就好像第一集 她說 這個女生不應該射 她受害自己 為什麼要射她 其實現在做到的情況 就好像電 電腦裡面 其實這個系統 就是一個防律軟件 總之她偵測到 就是有風險的東西 她就是第一 隔離 殺 她只有兩個選項 其實這個是一套 我一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套根本是一套 防律軟件來的 她不會有第三個選項 就是究竟 是不是再去分析一下 或者什麼 總之就是 我鍛鍊了這件事 有事 我就先殺了你 最重要的是 保障了 其實你可以說 她保障了 她這個系統 她這個社會的 穩定性 就不會再考慮其他 所以其實都是 如果你用這個出發點去看 其實 真是很機械 其實那個系統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 人工節 沒有那麼多人 沒有感情 沒有那麼多人性 但提到我們說 如果你說 比以為防毒軟件 我是試過 防毒軟件幫我 有風險的 殺了 然後我其他東西 都不能動 因為沒有了 有機會的 你怎麼知道 現在可以拿去 用來 只要他判定你有罪 你一定有罪 可能到你說 我打個比喻 開發 這套系統 應該不是無中生 應該有人開發 他的系統覺得 開發的那個人 有問題 我殺了他 因為我覺得他有問題 但他不理自己 究竟說 我之後要怎樣更新 或者是怎樣 他不理這些 總之是 我現階段 我覺得你有問題 甚至上 他未必可以 detect到自己 系統的系統 系統有沒有問題 他不會detect到的 而且其他也不會懷疑 那些人 就會覺得系統說的 就對了 這個就是絕對 這個就是所有 還有這個 其實都幾悲哀 有一個都幾悲哀 這個社會是一個 精神潔癖的表現 你發覺他們殺人 都不會找回自己人 不會找幾官殺 是找執行官殺 即是說 是你們這幫 精神之數 有犯罪 犯罪指數高的人 去殺犯罪指數高的人 就不關我事的 沒錯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其實就是 執行官就是什麼 其實他為什麼說 要過感情指數高 就是他要見到殺人 應該是他要接受到殺人 這件事 但是他不會受這件事的影響 最重要是因為 這件事是說 殺的人不是你殺 不關我事 我看而已 我判斷說 這個 其實判斷 都有個矛盾 判斷應該殺 和不應該殺 其實是由 上手朱和上司 那類型的人 去決定究竟殺不殺 所以其實一開始 都會下了一個指令 就是說 若然你覺得 你的部下 可能 不合乎 這個 所謂的 他們的所謂的道德基準 可能叫做 你可以向他去槍 你可以去槍 你就可以去槍 這個當然 我覺得這個 是有Bug的 所謂的制裁是什麼 因為 槍是 自己detect 自己變身 還有 第一集已經說 麻醉槍 可能是會 麻醉不到的 所以 這個 我可能這個是 留待他日後的報的劇情 或者這麼說 其實 看著這班執行官 執法的人 大部分 其實都已經很麻木 都是電腦說 開槍就開槍 其實你看到 那個眼鏡佬 眼鏡哥哥 他都面無表情 甚至還問 朱姐 為什麼你那天不寫 你要交報告給我 所以其實應該 都是 整個社會 都已經完全 那麼機械化了 病死了 沒錯 所以你說 朱姐出現 他對這件事有疑惑 那就是這套 動畫 的良點之一 如何去翻 這麼機械化 一個這麼沒有人性 沒有道德 的社會 對 我想想想想 其實這個故事 可能會有其他爆點 例如 系統被控制 會不會有些人 受到優待 永遠會被人指法罪之數呢 或者可能 打了指槍 或者指著有反罪之數 高才會開槍 會不會有些罪犯 你指著他 但他犯罪之數 會被控制 指法會變低 你成功了他 我想會不會有些 即這個是系統上的 缺合 我怕這個會不會有故事 我始終覺得 對於這個系統 所謂叫絕對的理性 一個絕對的理性 其實這個整個故事 我暫時就這樣看 他是探討這個絕對的理性 絕對的邏輯 是不是 施龍魚 是一個有人性的社會之上 對 其實我很簡單 就是 可能故事裡面 有機會都有 當殺 可能發生了一件事件 有十個人被困住了 但死的十個人 可以救回一千人 就是探討這個道德上的問題 類似探討這件事 就是 殺了這十個人 其他一千人就會幸福 那我是不是應該殺了這十個人 暫時那些人的罪犯都無相大雅 是嗎 做些協持人 對 做些還不斷罵他 做些還沒做過 那些 都不知道做了什麼 就被人制服了 未來會不會有些事件更加激 或者更加大的事件 更加大謀 就是 已經超越了 因為其實 我覺得他不說的話 就是所謂的 可以叫做這類型的東西 當然你說聲優固然是陣容強勁 其實這套東西 但OP那方面 其實我覺得是很美系那種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rebound那些影響 會不會打拳擊的時候 你們不知道的 你看其實 第一集 他們倆喜歡對決的畫面 其實看到第二集最後 你就明白 他為什麼有什麼必要做的事 肯定是 可能他自己也會報仇 對不對 然後那一集又說 我知道一定是你 多麼喜歡 說這句話 好了 我們這套 你應該要結婚了 下一句 下一句 我也有想過這句 I love you 好害怕 好了 那我們這套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害怕 那我們這套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害怕 那我們這套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害怕